小朋友们晚安 准备好又睡觉了吗 赶快躺下来咯 把眼睛闭上 今天我们要来听 饭金龟的生日礼物 今天是饭金龟的生日 朋友们都带着礼物来祝贺 生日快乐 这个是我最喜欢吃的红萝卜 跟你分享 生日快乐 这是我最喜欢的竹子 跟你分享 生日快乐 这是我最喜欢的鱼 跟你分享 生日快乐 这是我最喜欢的肉 跟你分享 饭金龟高兴极了 谢谢大家 你们赶快请进吧 朋友们聚在一起 真是太好了 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到了中午 大家都玩累了 肚子饿得咕噜咕噜叫 等金龟赶快招待 赶快招待大家吃午餐 嘿我的朋友们 开饭啦 是什么味道啊 刚到餐厅门口 大家捏着鼻子 大家捏着鼻子往后面躲 原来 份金龟准备的是一顿丰盛的便便大餐 便便松饼 便便饭团 便便饼干 便便烧肉串 便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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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 太好了太好了 我们带来的都是自己最爱吃的东西 像我啊 我带的是竹子 这个实在太美味了 还好我有带鱼 鱼也好好吃哦 我的肉也很好吃哦 你们真的不吃一口吗 吃饱啦 大家的肚子都变得壮鼓鼓的了 小老鼠忽然憋不住了 我的肚子好痛哦 好想要便便 请问这里有厕所吗 快快快请到这里来 笨金龟赶紧带着它到厕所去 于是 小老鼠拉了几粒便便 小老鼠拉完了 猫咪接着拉 猫咪拉完了 换猫咪接着拉 兔子拉完了 绵羊接着拉 绵羊拉完了 熊猫接着拉 熊猫拉完了 换黑熊接着拉 黑熊猫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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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的 老虎拉出 老虎拉出好大好大的 一坨便便 一下子 那里就堆满了 大家的便便 笨金龟开心地在上面翻来翻去 这么多好吃的东西 我是真的太开心了 这些是我收到最棒的生日礼物了 谢谢大家 笨金龟开心极了 原来这些是笨金龟最喜欢的 也是最想要的礼物 下一次有小动物要过生日的时候 你猜笨金龟会准备什么礼物给它呢 听完刚才的故事后 你们一定发现笨金龟的小秘密了 对吧 没错 笨金龟最喜欢吃便便哦 笨金龟的头盾很发达 看起来雄壮威武 不过那可不是用来打架的 当笨金龟发现新鲜美味的分便时 它会用头盾一边顶 一边切 再一边用它的前脚搓大便 用力地搓啊搓搓啊搓 把大便搓成一颗大球 简直就像大自然界里的面包师傅 只是笨金龟揉的不是面包 而是粪便 当笨金龟揉好一颗便便球后 它会把那颗球推回家 慢慢地享用 你们可别觉得笨金龟很脏哦 笨金龟家族是大自然里 很重要的清道夫 你知道大象的便便吧 非常非常大一坨 笨金龟两三个小时 就能清理干净了 厉害吧 笨金龟让我们在野外的时候 不会那么容易不小心踩到分便地了 如果没有它们 当我们去爬山 去户外郊游的时候 很可能会一直踩到动物的便便哦 所以啊 我们要谢谢笨金龟 是它们的帮忙 才让大自然变得干净 好啦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哦 好好睡一觉做个好梦 Good night 咱们俩 感谢观看